在中国历史上总有那么一些人很神秘,只闻其声不见其人,如传授给张良兵书的黄石贡,当然还有更著名的一位,鬼谷子,苏秦,张仪,孙斌,彭娟。 这思维影响了春秋战国走向的四大奇才,竟然都是鬼谷子的弟子,因此自古至今,对鬼谷子的研究就没有断过。 那么鬼谷子到底厉害在哪?在闭着眼中,鬼谷子就厉害在了对人心和人性的精准把握上,通俗讲就是识人数,这一点他的著作鬼谷子里展现的淋漓尽致。 鬼谷子曰,强者,急于弱眼,为直者,急于屈眼,由于者,急于不足眼,此其倒数眼,成功是从失败中走来,傲视天下,是从忍辱负重中做起。 瞎子万贯,是源于你的不断积累,这才是人间正道。 过而,作人,若想出人投递,这四种识人数就需掌握。 一,人人不可诱,可使出费,人人就是正人君子。 所谓,君子言义。 倘若发现对方终于亲历,那基本上就可判断出是人人。 曹操还是袁绍手下小弟时,巡玉就舍了袁绍来找曹操。 一番交谈后,巡玉认定曹操,是可以匡扶汉事的人,起码比袁绍有道义的多。 于是选择了加盟曹操,须知,巡玉不是一个人在战斗,他背后是三国人才基地尹川,于是湖,陈群,钟瑶等,当然还有更牛逼的国家,都加盟了曹操阵营。 也就是说,颖川门法士族的人才和物资,都成了曹操的启动资金,这才使得曹操在关渡之战中,击败袁绍并一同北方。 这也就解释,为何后来曹操想称魏王师,无论给巡玉多少好处,他都誓死抗拒,以至于最终被曹操用一个空石河逼死,也正是因巡玉被曹操逼死,使得门法士族跟曹魏离心离德, 最终协助司马依搞死了曹魏,人人君子,最讲究道义,道德水平都非常高,具备一种担当天下苦难的素质,享用才宝等引诱,绝对适得其反,所以不如坦白,甚至根本不用谈什么道义,只坦言自己的难处,只要态度诚恳可信,基本上都能得到他们处资,处理或指点迷津, 这点就如刘备金司马徽指点,得到诸葛亮,二,勇士不可拒,可使俱威,所谓我是被吓大的,一旦发现,你越向对方言称,此时危险,危险,危险啊,若对方反而更斗志昂然,那么基本上就可断定, 这是威勇士,对他们不要谈啥危险,相反却可以借助他们的勇气,直面危险,最经典的例子是张辽,曹操破了袁绍后去征讨乌环,听从国家计谋,率骑兵突入到了白朗山, 可正在这时,曹操却发现山下数万乌环大军竟然开始集结了,打,如今曹操人数少,又人棍马发,不打,更不行,一旦对方结证完毕发起攻击,曹操就全军覆没了,曹操也拿不定主意问首相,大部分都认为不能打,等待援军, 这时,张辽却出人意料地表示,必须打,趁对方如今还未防备,完全可实施突袭,曹操二话不说,就任命张辽为战斗指挥官,率领着虎豹齐突袭乌环,结果这一战,张辽创造了奇迹,斩首了乌环禅于踏盾,大败之,这就是曹操的识人和用人数,完全遵循了鬼谷子的这一条,取得了辉煌成果, 三,智者不可气,可是以道理,聪明人最让人有挫折感,比如你求某人帮助时刚说了上句,对方就到处下去,你又慷慨激昂想感动对方,却发现人家不但给你鼓掌,还指点你,刚才应该这样表演,此刻那最好就别玩了,因为对方是智者,玩不过,那么这时该怎么办,只有一个办法,用诚心,打名牌,让数据,道理, 逻辑关系说话,许优跑来了,曹操光着脚迎接,拉着人家进入大战后,曹操就请许优给自己出个点子,如何打败袁绍,许优问,你还有多少粮食,曹操道,吃一年没问题,许优乐了,真的吗? 曹操立刻表示,刚才我说笑呢,最多够吃半年,许优冷了脸,说实话,否则我怎么帮你打败袁绍,曹操终于手一摊,我坦白,就够三月,许优怒吓,咱都是千年狐狸,你给我玩啥了斋,你的军粮早没了,曹操眼见底裤掉了,只得坦言告知,态度诚恳, 这才取得许优认可,给曹操出了一招,总宁,稍无朝去,这就是跟聪明人玩的后果,最终还是要依靠坦诚,用数据等说话才管用,四,愚者亦闭眼,不孝者亦举眼,贪者亦幽眼,是因事而才智,人人,永世,智者,被鬼谷子定义为三才,除去三才外,其余者都因人因事而异, 如鱼魅者,容易被欺骗,不孝者,容易被恐吓住,贪婪者,最容易被引诱,但事实却往往是一套组合拳,如司马懿干掉曹操,先装并蒙蔽,后抱起夺权,用曹操全族人性命,吓得曹操不敢动,最后派奖纪劝降,只要你曹操表示服了,你还是富家翁,结果曹操投降,却还是被杀,成了三国, 最大的笑话